2019年的5月 韓國瑜的民調是領先蔡英文的 2019 6月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香港的反送中 台灣的電視每天都輸送到你家裡 所以你就每天看到那個鏡頭嘛 那個警察在打年輕人嘛 那民進黨就喊了一句話 那句話非常有說服力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很多人就心裡就發生了浮動 那因為是年輕人被打居多嘛 那那個氛圍就這樣燒開啦 所以呢就大量的逛給蔡英文 吳柏毅解問郭教授 回溯到2018年當年社會氣氛 年輕人是支持韓國瑜討厭民進黨 更之前的反服貌年輕人也是反國民黨 為什麼一次20年的總統選舉 就可以讓年輕人全部對民進黨吸走 韓國瑜只剩下老人統拜的支持 也就一年多的時間 讓兩三百萬的板塊挪移這樣很驚人啊 自此年輕人板塊似乎國民黨就無力回天了 是因為韓國瑜的違背承諾 還是習近平正告台灣同胞書 請問郭教授當時你是民進黨陣營 剛從市長選舉的韓國瑜 是如何獲得年輕人支持的 當年國民黨還是選項 為什麼現在國民黨做不到 你這是好問題啊 我跟你講台灣是個淺跌啦 這跌子很淺啊 經濟也是 政治也是 所以這個政治啊 一翻就翻鍋了啦 所以我現在我也不認為賴清德就永遠執政啊 我不這樣看啊 我跟你講那段歷史啊 韓國瑜選高雄市長 那因為他是地方選舉 所以他不會涉及統獨的問題嘛 那涉及的就是民生議題啊 因為是縣市長嘛 那陳菊 民進黨已經在高雄執政了13年了 我坦白說啦 絕對權力就是絕對腐敗啦 已經爛成坑了啦 我跟你講啊 所以啊 韓國瑜那個捲動地方的旋風 然後他沒有去扯到統獨的問題嘛 這個什麼還有跟那個兩岸關係啦 那種問題嘛 那後來發生了一件事嘛 這個我記得非常清楚嘛 就高雄下暴雨 結果高雄市那陳菊的副市長叫許利民啊 他就是一個老實人啊 他就公開講出來啊 那你自己講的一定是真的啊 他說這場暴雨讓高雄出現 五千個天坑啊 這句話我永遠記得啊 我永遠記得 因為大概就是在8月23號左右 那我們知道選舉投票是 是11月12月 結果許利民副市長講出這句話 那他講的是事實啊 高雄到處的柏油路面出現了五千個天坑啊 那高雄市市民是騎摩托車的啊 全高雄市民幾乎是喔 每天受害啦你知道吧 那大家就會開始問啊 為什麼都是天坑啊 那是不是偷工減料啊 有人貪污啊等等等 就開始爆開啦 這個是高雄市長的部分 那後來啊 因為韓國瑜講話蠻有口條的嘛 他講話蠻有魅力的說實在 所以到最後就群眾越來越多啊 那因為我在美麗島民調 我是當副董事長 我就看著最後那幾天的民調的發展 我就知道陳其邁完蛋了 因為我們是規定 最後10天不能公佈民調嘛 那我就看到每一天陳其邁的民調一直往下掉 就那個10天那樣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結果陳其邁最後輸7萬票 真是可怕啊 那個叫群眾捲動的旋風 那你說2020他怎麼會選成這樣啊 我跟各位講 事實上韓國瑜選的並不差 我們在做民調 韓國瑜是對2020年的那個1月投票嘛 2019年啊 因為蔡英文2018選的很差嘛 就是民進黨連高雄都輸掉了不是嗎 那結果那個時候還引起了黨內的風暴 就賴清德跳出來挑戰蔡英文啊 他要跟他拼總統初選啊 那個時候韓國瑜的民調到2019年的5月 民調都還是領先的喔 韓國瑜的民調是領先蔡英文的 2019年的5月我記得非常清楚啊 那20196月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香港的反送中啊 我跟各位講為什麼這個事情對台灣選舉影響非常大啊 因為每天那個鏡頭都是血淋淋的 台灣的電視每天都輸送到你家裡啊 那你就看到他們都是拍那個 那個警察在打年輕人嘛 台灣就是這樣播的啊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民進黨執政啊 所以你就每天看到那個鏡頭嘛 那中國大陸坦白講因為出手很晚啊 那是後來才頒了香港國安法啊 結果2019年 從6月到年底 那連續6個月啊 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看到香港年輕人啊 被警察暴打在盡頭 那民進黨就喊了一句話 那句話非常有說服力啊 民進黨就立刻喊一句話 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啊 就這樣 很多人就心裡就發生了浮動啊 那因為是年輕人被打居多嘛 坦白講啊 台灣都不去報 那些年輕人怎麼樣去妨礙治安 怎麼樣去報答警察 那那個氛圍就這樣燒開啦 所以台灣的年輕人就會怕啊 所以呢就大量的逛給蔡英文啊 就是這樣啊 那整個過程啊 我的了解啦 我的了解 所以你說這個是韓國瑜瞬間失去了所有年輕人的選票 我認為不是 是外在環境造成的 那這個外在環境 可是它已經發生了 你就必須去面對 因為後來韓國瑜還受挫嘛 他被罷免了 對不對 可是那個也是在這個氛圍下 所以國民黨啊 他要重新召喚年輕人的支持啊 他一定要有一些有力的訴求啦 說實在啦 我到現在我就很少看到有人在做這個工作 可能少數 少數個別立委有啦 比如說羅志強啊 他也組了一些團體啦 許巧新啊等等的 可是我認為不夠 這個必須要是黨中央級別 來號召縣市長跟立委一起做啦 才有可能 所以我簡單講就是跟你講 台灣的政治或經濟都是很潛諜的啦 他經不足外在的風吹草動啦 你知道吧 那民進黨現在還獲利一個東西啦 就是美國在鬥爭中國吧 所以因為台灣都是看美國的媒體嘛 所以現在民進黨得到了一個大的利益 就是從英文媒體出口傳內銷 這樣的一個媒體運作 這個對民進黨非常有利 就是老是看到美國的媒體啊 英國的媒體站在反中的立場 然後支持民進黨啊 那這個部分我認為國民黨也還沒有 找到有效的因應之道 以後來說 再來 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